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姑父的功绩 说起来还真是让姑姑伤心 因为姑父的名气 很多人想要姑父的书法作品 所以很多团体打着姑父的旗号到处攀拉关系 就连功绩的种种事情都是智丧委员会一手操办的 我姑姑插手不得 在功绩前 我和姑姑赶到了殡仪馆 请刷洗与化妆师傅把我姑父的遗体找来 以便解冻 但是非常奇怪 这些师傅们把遗体找了个遍 也没找到姑父的遗体 我们找了整整以上午 也没有找到 最后这些师傅就安慰我姑姑说 可能遗体弄错临走了 万一到功绩的时候 还是没找到 就陪一个长得差不多的遗体 正在这时候 有一群乡民 蜂拥而至 他们说他们的亲人今天下午要功绩了 但却找不到他们亲人的尸体了 师傅们对那群农民说 角落边有一群尸体 听说是一个小流氓 被枪杀了 他们觉得这种人一点都不重要 就搁在角落那里了 但那群尸体不是我姑父的 也不是那些农民的亲人 这下 两家都丢了尸体 又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找到 农民们就仔细把他们亲人尸体的特征 跟师傅们详细说了 师傅们说 按照他们的描述 如果是他们弄错了尸体的话 那这些农民的亲人尸体 最有可能是被错认为 目前正在举行功绩的 一个中央名义代表 但因为已经在功绩 所以只能等功绩完了以后 再领他们去看看是不是他们的亲人 我没有见过功绩的大场面 很好奇 就和那些农民一起去看热闹 当然 因为我姑父的遗体还没找到 等那场功绩完后 我们也可以看看 那个会不会是姑父的遗体 那个民意代表的功绩 是我见过的最豪华 最有排畅的功绩了 功绩的大厅超大 而来祭拜的 从总统 副总统 接着是五院院长 各部首长等等要员 还有地方的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都到场了 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我心里就感慨 这人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祭拜 好伟大哟 终于漫长的功绩结束了 只有丧家的家属在 师父们就领我们上前说明来意 果然真的是弄错了 今天这个大排场的功绩 所祭拜的遗体 竟然是农民们的亲人 而那具被丢在角落的尸体 才是这个民意代表 那些师父们告诉这些农民 我们发遗体是一项小型 尤其是民意代表 为百姓伸张正义 一定有一股凛然正气 我们洗刷尸体的时候 发现你们这具尸体很厚重 正气凛然 很让人敬仰 所以我们认为它就是民意代表 而另一句轻薄 想必是地痞流氓 我们经过判断 才决定把这具遗体 送来工绩厅的 哪知道竟然是弄错了 我在一旁倍感惊讶 一个地痞流氓 被误以为是民意代表 领受了文武百官的击败 这人怎么可能只是 体痞的福气 而这些农民告诉我们 这个人生前的所作所为 确实有资格 领受此等殊荣 原来 这个曾经混过黑道的人 年轻时 为了江湖道理 替好友坐牢服刑 在坐牢期间 认识了一个好育友 让他明白了 为人处事的哲理 出狱后就完全变了个人 他依然放弃了 当年混黑道时 所打拼出来的一切 默默地回到老家 通过每天替人耕田种地 换来辛苦钱生活 而如果乡民们 随家有困难 只要他能做到的 一定帮忙 更不会让外乡的人 欺负本乡的乡亲 所以大家都把他视为 手如神 一个月前 乡里有个小学生 被绑架了 赎金是天价 根本就凑不出来 于是他就带了假的赎金 去营救小学生 小学生被救出来了 但绑匪发现 赎金有假 开枪射伤了他 乡民们用最快的速度 把他送到台北最好的医院 却还是没能救他的命 乡民们为他买了一处 非常好的墓地 也准备在乡里 为他盖一座庙 这次来了好几车的乡民 都是来送他们的守护神 最后一程的 我哭了 乡民们也哭了 我想 这人真死了吗 随死 游身 木叶偏仙感言 有的人死了 他却活着 有的人活着 他却已经死了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能得万人景仰的 此人当之无愧 因他一心为他人 或许 这一切 都是天意 他 应得的